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方面的我们有个轮廓性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转入具体的文本的细读 我们想重点选择来读它的代表作 编程 这篇小说大家都看过 比较熟悉 我们除了分析欣赏这篇作品 领略它的基本的文体风格 还要讨论一下沈从文独特的思想艺术追求 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是我们这一括主要的一个目标 此外我们准备适当地介绍一些 有关沈从文研究一些观点 主要是引发对目前学术界 对沈从文研究的一些观点的再思考 来尝试一下怎么来讨论或者怎么来评论一个作家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入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个编程 编程是协议1933年 那年夏天沈从文在青岛 他有一天到老山 到老山这条小河边上就碰到一个女孩 这女孩穿着一个前身掰的衣服 就校服了 一边哭一边在那里烧纸 然后就这个河里面咬点水 撒一撒最后就走了 那么这种情景特然让沈从文想起 她的故乡 湘西也有类似的风俗 就是后代为她的前辈 过世的前辈叫汽水 除了烧纸钱以外还有个汽水的风俗 这个情景就触动了沈从文 让他联想起 他17年前在湘西 他的老家这个县城里边 有一个熔铺就卖熔线的熔铺 熔铺店里面 也有一个女孩 长得跟现在他看到的这个汽水的 这个这个女孩是差不多 他就老是想这个事 把这两个女孩呢 这个形象叠加在一块 这个这就是出发他写编程的一个因素 就看到这个女孩 想到家乡 想到家乡 然后想到家乡的情景 当然也有人说 还有一个就是沈从文的新分的妻子 张兆和 如果这样说的 就是三个女孩了 这个编程里面那个脆脆的形象 跟这个三个人 三个言行 是不是有关系呢 起码就是快说 印象的叠合 一个作家创作的时候 他可能受到某个东西 某个事物的触动 产生灵感 总之 这个事件出发了 他写编程 最后呢 这个想象出脆脆这样的语物 我现在讲这个背景呢 是为了帮大家了解 编程 他是怎么写的 他的写作姿态 是怎么样的 是吧 所谓写作姿态 每个作家不太一样 是吧 就沈从文而言 沈从文写作呢 有点像做梦 他喜欢写梦 而且把写小说 也当成他的白日梦 这就是他的姿态 所以刚才说 那个故事 可能触发了他 也负载着他的梦 而且你们注意啊 编程啊 他的那个口气 就带有梦幻式的 是吧 就梦幻式的 回忆的口吻 他是用这种口吻呢 来讲述 这个编程故事的 故事一开头啊 把大家带到了 一个边缘的 几乎是世外桃源的 湘西的地区 大家注意 小说一开头 讲故事的那种 仪器 那种节奏 是吧 这跟他的文体的风格 形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一个小说 一个 一篇文章啊 他的口气 他的语调 他的语言 是吧 这个跟总体风格 有很大的关系 读这个小说呢 所以要体悟那种简朴的 简朴的 原始的 幽远的 那种感觉 是吧 下面呢 我们就来 这个 来读一下啊 像开头 第一季就是这样 从 从 由四川 过湖南去 靠东 有一条 关路 这关路 将近 湘西边境 到了一个地方 查栋 的小三城市 有一 小溪 溪边 有座 白色的 小塔 塔下 住着一幅 单纯的人家 这人家 只有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子 一只黄狗 我们分析一下啊 你看 他的记事都很短 而且是一记 套一记 你看 一条关路 一个地方 一条小溪 一户人家 等等 短短的 两记话 用了七个 一 一 一 是吧 好像有点 很累赘 其实啊 不是 他是有意 放缓了 细数的 节奏 一开头 就给人一种 非常 直迫的 简单的 那种感觉 人后的介绍呢 也很简单 所以这种记事啊 我们呢 感到有点像 童话 是吧 童话体 或者是 民间传说 你们那个小时候 读那个童话 民间传说 很多 就是这种 记事 很舒缓 是吧 很清澈的 这样一个 讲故事的口吻 所以大家都 这个小说 应该体会那种 遗感 是吧 接下来 我们就看到 小说呢 用很多篇幅 来写山 写水 写景物 这是故事 发生的环境 写景呢 山水 景物 是吧 但和人物 同等重要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面 这些景物 跟人物 是同等重要的 其实这些景物 也是小说的角色 所以大家读的时候 应该懂得欣赏 赏身 夜幕 像开图 这个 写那个 小溪 那种 溪水的 那种清澈 清澈见底 那些两岸的绿色 深层温 大量的 这个 描写这个水 清澈的水 是吧 那么干净 那么 让人感到心里 这个 一种渗透的 一种凉意 这个大家可以看 都白河的描写 所以也有人 曾经认为 沈从文的小说 跟水的关系很大 值得研究 当然他也写 这个人事关系 也是一种环境 你看 就 这个 山水是环境 其实人伦关系 人事关系 也是个环境 他的小说里面 写的那种民风 都是非常淳朴的 让人感到 就是话外是尽 那么的清优 清净 优雅 是吧 比如说他写脆脆的时候 是吧 开头注意 大家看到那段 写脆脆 他在看 脆脆看人的 那个 那种眼神 光光的两个眼睛 是吧 好像不懂得害怕 这是一种非常直迫的 天真的那种眼神 也跟这个环境也有关系 也写这个人与人的关系 是吧 他的外祖父 杜传 跟那个老乡的那些关系 那种亲切 有钱就给点钱 没钱就算了 是吧 写这个人 跟那个大自然的关系 那种和谐 是吧 那种天人合一 所以随着故事的展开 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 这个脆脆的 外祖父 是个老船夫了 古道热床 五十年 柔一 他已经撑那个船 已经五十年了 那么辛劳 那么善良 这是写那个环境 事实上老船夫 他的人伦关系 也是个环境 所以脆脆的那种天真活泼 那种清明 水晶一般的少女的情怀 是吧 再加上他诸位那些老乡们 那种和气 诚实 勇气 意气 都给人一种真体的感觉 天人合一 一种和谐的 一种话外之谨 对沈从文说呢 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遥眼的 是一种回忆 是吧 是可以作为回避 对抗 鲜潇的都市生活繁衣的 那种精神上的自然保护器 所以我们现在读者来说 现在读编程 最感兴趣的 是这个世外讨厌一般的那种 美丽 优缘 是吧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一般人读这个编程的 都可以领略到这种感觉 话外之境 但是 这不够 光是优美的事 优美的山水 优美的人 顶多呢 就给人一种 类似理由的感觉 哎呀 多美呀 话外之境 能够感觉很美好 但不见得能够打动你的心灵 编程啊 还有更动人的地方 它不是客观的呈现 它还是引发 大家来沉思 甚至作者有时候忍不住 要跳出来 站出来 引导大家 来思考 其中有一计划 是这样出现的 一切总永远那么寂静 一切都是那么近 我们城里待久了 那么烦躁 鲜肖 有时候都要到乡下 也躲两天 但这是躲两天 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 沈重文非常赞赏 这样生活 一切总是永远那么寂静 这是一种人生的方式 也可以理解为 这是编程的体制 一切都是那么近 这个故事啊 这样讲起来 是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曲折 也没有多少味道 但其实这也带有 悲剧性的故事 不是特别的给人震撼 那种悲 像什么生死俱散 它一切的都是很自然的 好像就是老天爷安排的 所以作者在这里 是淡淡的细数中 不经意地 就营造了一种地域 带有地域文化 民书 这个色彩的一个背景 而且呢 他回顾了 翠翠 多少年以前 他已经过世的那个母亲 几乎雷通的一个故事 这作品最终呢 是在一种木锅氛围中 阴差阳错的 讲述他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这个故事现在不强 不是靠事件的进展 不是靠那个故事的曲折 来吸引人 本身是没有多少传奇色彩的 也没有多少刺激性的 但为什么这个编程还是觉得不错 吸引人呢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情调 那么这就是抒情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问题是 沈从文到底要抒发 或者表现什么样的人生思考呢 除了抒情以外 除了世外桃源般的那种氛围 尽燃我们 这篇小说 还有什么 总让人觉得有点陌生 是要停下来思考 来琢磨 来体会 这就是要我们进步来探讨 所以我们读这个编程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种超越感 读着读着会有一种 好多人脱离了这个现实 一种展离 展示离开这个现实 进入想象世界的那种感觉 这些都戒类作品 有时候会稍微超离出来 会感到那个小说里面写的 另外一种想象的世界 是这么简单明了 那么扑术 那么真诚 就跟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太不一样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 构筑一种人生方式 它通过这样的作品 文学 想象 来构造一种人生方式 那是一种自然的方式 是一种超越了我们已经习惯的 是吧 那种过分物质化的 素所谓现代文明素负的 那种生活 这一种生活 久了 习惯了 大家就麻木了 就没有感觉了 就心甘情愿 就这样 各种束缚 就这样过去了 但对比一下现实生活 甚至其他 很多作家 笔下的 各种各样的生活 你们会感到 沈从文的编程 他写的是一种 画外之景 他是不真实的 但是很干净 你可以让你的心灵 在夜度的时候 得到净化 我是总感到 当代很多作品 技巧很不错 有时我也常看一下 当代的创作 也很真实 他的艺术性也不错 比如对我们 社会现实的 灰暗面的揭示 对人性那种 储恶的那种挖掘 在当代作品里面 有大量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 你作家 他笔下的 那种市民生活 那也是一种生活 是一种非常世俗的生活 当然这也是 文学的一种表现 但是我们看 这种以揭露为主的 这种特别专门写 人性储恶的那种生活 现在有一种 成为一种蹊跷 不是不能写 但是写的过程中 缺少一种超理感 一种太粗笔化了 甚至写得比现实 更楚恶了 但沈从文呢 他是另外一种 类型的作家 他不是以揭露 灰暗的生活为主 他更乐意做梦 梦想 要回归自然 如果说文明社会 所赖以存在的文明 往往是经验的积淀 是约束 是规矩 是纪律 是必然 那么沈从文呢 似乎更倾向于 是偶然的 随性自在的 当然从这个道理上 也不一定赞同沈从文 但他作为一种心灵 作为一种想象 他是一个作家的一种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